我現在穿這個裙款有兩個顏色 我穿這個是灰藍色LACE配襯了淺粉色的底色 因為它也有一點點比較深色的部分 你以為是灰藍色通花位 實色的部分是淺粉紅色 淡色一點的 它是一個FREE SIZE的 不包屁股,是屁股我自己搭上去 是一個很有古典味道的 現在這樣看清楚一點 就是一個十字型的歐花圖案 還有比較葡式的 對,葡式一點的 好像他們很標誌的圖案 或者你這樣看垂直網 就是一個古典味道十字型的歐花LACE圖案 這個就是兩個顏色 另外這個也是一個淺色一點的 其實它有一點灰色的 也是有一點灰色的 也是有一點灰色 橫色底,米色底為主 橫 unsure,明瞇一些的效果 等一下再慢慢介紹 這個呢 它是跟著鯉布的 鯉布也是配色的 配色的 鯉布 這個就是三尺寸的 鯉布就另外配 我展示一下風格給大家看 這個它的橡筋 是偏闊的 它的效果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比較厚 的橡筋 我拍照的時候有把它摺下一點 這個就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純粹習慣了 那個效果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 而且我覺得這個配色也很漂亮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拍照的風格 這個是三尺寸的 整個都是橡筋 全橡筋 這個我自己 全橡筋也有摺膊位 我的摺膊位應該放在後中 因為它只有一個骨位 我自己就習慣了 放在後中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 即觀感上 是不是說我一定要放在後中 不是的 我自己領過又好像 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不過我自己習慣了 那個骨位跟後中 大家也可以多一個參考 這個我拍照的時候 就這樣屈了下去 還有有時候也有配膊的 它全橡筋腰 每一個位都有打閘的 我有尼布 對 它那個 抱歉 它那個腳位 也有一個波浪的形態 裙子也是用到量多的 這個款式 這個款式 就配搭 或者配一些高跟的涼鞋款 都是很好看 都是很適合的 這個 這個 質地 就沒有拉住 對 沒有拉住 因為其實 有些褲子也會有拉的 不過現在這個 就沒有了 就是正常的一個褲子 不過它也是偏厚一點點的 因為始終做裙子的褲子 是不會太薄的 所以它的形態也是保持得很漂亮的 所以 就可能有了 它是否真的 這幾個 有時 非常慢 它是沒有 幾個